哈喽啊 那么继续来跟大家讲解我们这个测试平台啊 那么上几个的话 讲的是我们的这个前段项目的一个搭建啊 好 这几个的话 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后端啊 后端的这个结构啊 项目结构的一个搭建 那么后段哈 我们用到的是这个捐狗的一个啊 一个用的这个捐狗的这个框架啊 好 那么这个捐狗的这个框架的话 我看一下啊 呃 这个框架的话 我们用到的是这个应该是2.10吧 应该是2.102.2 应该是2.2的这个版本啊 捐狗是用的是2.2的一个版本 稍微等一下啊 呃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你当前的这个python环境是哪一个 对吧 是要在这个python环境当中安装的哪些包 在这个地方的话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 就说如果你现在还想要去换一下你的这个python环境的话 你在这个地方的话也是可以去换啊 就是去选择不同的这个环境 对吧 好 那么在这里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证捗版本是2.222.2啊 好 那么最新的这个版本的话是3.0 但是哈 这个的话问题不大啊 drago3.0的话 他只是在drago2.2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一个一步 那么其他的这个操作的话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啊 我们的话用这个2.2就可以了 好吧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哈 先来创建一个后端的这个环境好吧 点击左上角的这个file 实际上的话在这里我们的话选择这个new file 就是new file的话就是啊 new project哈 new project的话就是创建一个新的这个项目 对吧 好 那么拍穿嘛哈 创建这个啊 项目的时候 他会给你选择你是创建哪几种这个项目 你是创建哪哪哪几种项目啊 左边的话会给你列出来 左边的话会给你列出来啊 好 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地方的话是出现了这个drago对吧 然后的话在这里啊 我们的话点击呃 点把这个东西把它给展开来看一下 把这个东西给展开来看一下啊 这个东西的话他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这个项目在创建的时候要使用到哪个解释器要使用到哪个解释器啊 好 我们点击他 那么大家好应该你的默认情况啊会选择这个这个的话我是不太推荐大家使用的这个的话他是怎么做呢 他是new environment就是创建一个新的这个虚拟环境呃对于你在公司里面开发哈就是一个项目创建一个虚拟环境的话问题不大 因为你在公司里面的话这个项目你不可能接触啊十几二十个对吧 当时我们现在作为学习来讲的话啊你创建的这个项目的数量可能成见可能那个呃城市上百是完全有可能的对吧 那么你不可能说啊我创建一个项目我就创建一个虚拟环境这样的话就很麻烦为什么很麻烦呢 你比如说我在学习捐狗经历我学习的是这个捐狗的URL操作 我命定我学习的是这个捐狗的URL数据库操作 那么我每次创建一个项目我都要重新安装便安装一下这个捐狗这个框架完全没有必要对吧 所以的话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就选择这个叫做什么呢 一个existinginipulator就是已经存在了一个这样的解释器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选择你已经啊已经安装了爪狗那个框架的那个拍那个python环境就可以了 好吧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我是创建了一个虚拟环境叫做爪狗2.2env好 那么的话是我就选择他好关于这个虚拟环境哈 之前我们在跟大家讲解那个爪狗课程当中都是已经跟大家讲到了 好吧啊在这里就不就做过了讲解 然后在这里的话我们再选择下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哈 他所在的一个路径那么这个项目的话我们是把它给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的话在这里我们的话来创建一个文件夹哈 叫做这个zl 我给他取个名字叫做 呃zl test server吧 就是服务端一个的话是客户端一个的话是服务端对吧 好我们的话就选择这个文件夹哈 选择这个文件夹 然后的话点击进去把这个路径把它给拷贝下 然后的话再把这个路径怎么样呢 孔着加威粘贴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的话再点击这个crate点击这个crate啊 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的话选择zs windows 就是在创建王那个新的项目 把之前我的那个项目哈 把它给那个就是在这个拍创目当中覆盖掉啊 就不会打开两个项目了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说明是已经创建完成了已经创建完成了啊 好创建完成了以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么一个项目对吧 好在这里的话我们首先哈 先管先先把一些相关的东西来配置一下什么东西呢 在这个地方的话有这个settings啊settings里面的话就是我们的话把之前的一些把它给拷贝过来啊 呃我会跟大家讲就是每一个部分啊它是用来干嘛的啊 在这里我们的话来找的这个settings好吧 找的这个settings啊 呃首先第一个哈 是什么呢 来跟那就讲这个啊 把它给拿过来啊 我会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它是用来干嘛的 好吧 这个东西它是用来做跨域用的啊 跨域用的啊 他是用来做跨域用的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跨域呢 因为我们哈前端在这个地方他创建完这个项目以后 在打开来的时候用到的是这一个域名对吧啊 用的是这一个域名虽然都是127.0.0.0.1 但是他们的端口不一样 而我们现在我我们后端哈 后面在运行的时候肯定也需要启动一个新的这个服务 就像那是哈 他们现在是在两个不同的服务当中 就像那是哈 现在在两个不同的服务 什么意思呢 现在哈 这个前端它监定到的是这个8080端口 这个服务器它监定到的比如说是8000端口 或者是9000端口 那么如果你不让它做跨域 比如说我们服务器啊 你不让它做跨域的话 那么别的端口是请就不了我这个端口的服务的 好吧 所有的话是必须要能够实现这个跨域啊 必须要能够实现这个跨域啊 好 那么这个跨域的话啊 并不是你把这个字符串放到我们的这个install的ABS当中就可以使用了 这个东西的话 它是需要你提前进行安装的 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file 实际上的话点击这个settings 然后的话找到我们的这个project 找到这个啊 project integrator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家的话啊 需要去先去安装这个包 这个包啊 叫做draingo-cos-headers 怎么安装哈 非常简单 就是pipe install pipe install draingo-cos-headers就可以安装了 好吧 那么这个版本的话是3.1的一个版本 大家的话这个地方哈 也是需要安装 安装完成了以后 再把这个东西把它给拷贝进来 放到我们的这个install的ABS当中 好 放到这个里面来以后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配置另外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也是关于这个快遇的啊 好 就是在这里啊 我看一下啊 在哪个地方呢 在 呃 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意味着什么意思呢 就是所有的这些地方 他都可以啊 给我们进行快遇啊 所有的地方 他都可以给我们进行快遇 好吧 就是啊 他允许所有的这个域名来访问我们的这个服务器啊 你要把这个东西设置下设置下好吧 这样的话 我们前一端啊 后面再调用我们服务器的API的时候才能够成功才能够成功好吧 好 那么这个设置完整的又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设置下第二个再来设置下第二个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CSF要把它给关掉 哎 为什么 如果之前大家学习过这个jango的同学应该知道啊 CSF的话 它是可以防止这个啊 防止这个攻击的一个CSF攻击 对吧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跳过呢 原因是因为啊 现在我们做的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API 现在因为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项目啊 它是前后端分离 前后端分离的话 就不再存在那些什么呢 就是表当啊啊 不不再存在那些网页当中的表当啊 那些东西啊 纯粹全部都是通过API的方式来做的 所以现在的话 这个CSF的话是完全没有必要了 完全没有必要了 我们的话把它给注视掉 这是第二步第二步好吧 好 那么这个做完了也要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啊 好 第三个的话是什么呢 呃 我来看一下啊 一个个来看啊 第三个的话 我们先来配置一下我们的这个数据库 好吧 来配置一下这个数据库啊 好 这个数据库的话 来到我们的这个这个地方 这个数据库的一个名字 数据库的名字啊 好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来打开一个软件啊 叫做这个内面看着 那么可以的的话 它是一个专门可以去连接这个数据库的这么一个软件啊 我们的话就用这个软件去创建一个这样的数据库 创建这个数据库啊 呃 这个软件的话 到时候我会共享发给大家 我会共享发给大家啊 使用起来的话也是非常简单啊 呃 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话 点击连接对吧 然后的话 点击右边这个小镜头 点击麦塞口 12的话就会给你创建一个链接 就是在这里写这个链接的名字随便写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你本本地的这个啊 本地的这个 呃 你本级的一个IP地址 就是127.0001 或者是logohost的对吧 端口的话默认是3406 优惠名是root 密码的话 就是你在安装这个麦塞口数据库的时候设置的这个密码 好 那么输入完成 又如果确定没有问题 对吧 那么的话就点击确定 它就连接成功了 好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已经创建好的这个链接 就是治疗啊 好 我再双击把它给打开 双击把它给打开啊 好 打开完成了 又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右键 然后的话来创建一个 数据库 创建这个数据库 好吧 新建数据库 那么这个数据库的名字的话 叫做什么呢 我叫做这个 ZLTEST CLASS 好吧 就是我们这个测试 那个课堂版本的一个这样的测试啊 好 然后的话这个字符集 我们选择这个UTF8MB4 那么选择这个的话就没有问题 好吧 选择这个UTF8的话 还是有点点小问题 我们选择这个UTF8MB4啊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再来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 确定完成了以后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看到就生成了一个这样的数据库 对吧 就生成了一个这样的数据库 好 这个数据库穿建完成了以后 我们的话就不用去管它了 12的话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这个数据库的名字 把它给写进去 刚刚穿建的这个数据库 是不是叫做ZLTEST CLASSIS啊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再给它指定一下 我们的这个user 就是用户名啊 那么的话是root 对吧 root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 都用单一号 我就都用单一号 当然算一号 单一号没有关系啊 只是保持好看一点 那么因为我的这个数据库的 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啊 都是啊 都是这个 ROOT 说的话就我都写ROOT 这个的话 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啊 好 还有的话是个host host的话就是本地 好 端口号 端口号的话是3306 这个端口号的话 千万不要把它给写成一个字符串了 一定要把它给写成这个整形 就是3306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 是需要把它给改成大写啊 post 啊 pot啊 port port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数据库就相当是已经配置好了 已经配置好了啊 好 那么配置好了以后 接下来的话哈 我们再来看一下设置什么东西呢 呃 这个地方的话我来看一下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需要来设置下 就是来设置下我们的这个语言啊 以及我们的这个时间啊 time zone 也就是这个时区 但是这个语言的话 你设不设置无所谓好吧 这个的话 这个时区我们需要来设置下 那么默认情况下的话 他的这个时区哈 是utc的一个时间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给改成这个什么呢 就是上海的这个时间 上海的这个啊 好 那么这个设置完成了以后 好 这个地方的话哈 还有东西需要设置吗 我来看一下哈 还有一个的话 再来设置下我们的这个静态文件的一个加载的路径 好吧 静态文件的加载的路径 好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找一下 就是在这个地方 来加一下啊 来加一下 因为后面的话 我们肯定会有一些静态文件需要去读取 对吧 所有的话 我们在这里需要去加载下这个静态文件啊 好 这个静态文件加载完成了以后 接下来的话 再来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呢 呃 其他的话 我们后面再讲 现在的话 我们就直接来讲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授权 我们的这个用户啊 我们的这个用户啊 因为我们的这个 因为我们的这个绝狗啊 他默认情况下 虽然自带了一个用户系统 就是有一个user模型 对吧 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个的话是我们捐狗自带的这么一个user模型 那么这个user模型的话哈 他里面有这个用户名 有这个first name和last name 实际上啊 这两个东西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是不需要的 包括啊 这个邮箱 我们是需要这个椅子staff 是不是公司员工是需要的 椅子active啊 是那个什么呢 是激活的 这个我们需要 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哈 可能会用这个手机号码来作为这个印证 对吧 所以默认的这个用户模型 用户默认的这个dryngo的系统哈 他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因此的话 我们就需要自带 我们就需要自己创建一个user模型 我们就需要自己创建一个user模型 好吧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来创建一个这样的app 来创建一个app啊 那么创建app怎么去创啊 先来到先给我们这个dryngo啊 创建一个app 好吧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来打开这个tools 啥的话 找到叫做这个什么呢 转manager.py task 点击它的话 就可以打开这个呃 运行manager.py的这么一个终端 就是 你在写这个命令的时候 你不要去写pythonmanager.py什么什么 你只要把manager.py 把pythonmanager.py这个东西 把它给省略掉就可以了 就是在运行这个命令 会更加的方便 好吧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startapp startapp 给它取个名字哈 叫做什么呢 我就是叫做zl auts 就是我们的一个呃 用户的授权的这么一个app 好吧 这么一个app 好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会给我们创建一个这样的python包 创建一个python包啊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是不是已经创建好了吧 创建好了以后啊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专门用一个文件夹哈 专门用一个包来存放我们所有的这些app 好吧 这样的话就是方便管理方便管理 因此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我邮件 然后的话选择这个new 然后的话选择这个python package 选择这个python package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叫做什么呢 叫做apps apps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把这个东西扔到这个apps当中 扔到这个里面来啊 就是把它给拖过去啊 这样长按长按点击它 只要长按拖到这个里面来 对吧 拖到这个里面来 好 我们的话再来点击这个ok 点击这个ok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来到这个里面来了 对吧 好 那么我们创建这个app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是不是我们需要自己去创建一个用户模型啊 所以的话 我这个用户模型应该放到哪里比较合适呢 我就专门创建一个好像跟我们这个用户相关的这么一个模型 叫做zl aoth对吧 实际上的话 再把这个用户模型把它给放到我们的这个models当中 放到这个models当中啊 好 那么这个模型里面的一些代码的话哈 在我们之前讲解那个jingle的时候 也是跟大家讲的非常的详细啊 哪个地方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有一个课件叫做jingle jingle课件啊 呃 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啊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 有什么呢 来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呃 用户对象 对吧 用户对象啊 好 大家可以看到哈 在这里就是我们可以去扩展我们的用户模型 那么扩展用户模型的话 有多种方式 有甚至代理的方式 有用外界的方式 还有是继承字 就是我们继承字 他的这个类 然后的话实现自己的一个这样的模型 对吧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使用第四种方式 第四种方式 好吧 啊 那么这种方式的话是最彻底 可以把我们这个jingle自带的这个用用户模型 完全可以改变成你自己的那种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也是不准备带大家重新去写了啊 之前的话也是已经跟大家讲过 所以的话 在这个地方 我就直接找到他 实际上的话 在这个monos当中 把这些代码 把它给拷贝过来 把它给拷贝过来啊 好 我们恐龙加C 然后的话在这里 我们恐龙加V 恐龙加V啊 好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来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哈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创建了一个自己的用户模型 叫做zl user zl user哈 它是继承自我们的这个abstructure base user 以及这个permission means me 这个的话 它主要是继承自他上面的一些这样的字段 比如说password last login等等 对吧 啊 这个的话 它主要是继承我们这个用户 它的一些权限管理的东西 你点击进去看 是不是在这里的话 有一子super user啊 以及这个用户 它所属的这个分组 这个用户 它的所有的这些权限 对吧 啊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用户权限 用户分组相关的东西 相关的东西 这个的话 就是用户的一些相关的字段 比如说有password last login is active 对吧 只有这三个字段 只有这三个字段啊 其他字段就没有了 好 那么我们的话就继承这三个 继承完这三个以后 接下来的话 就是把我们想要的字段 自己按照知情那种创建普通模型的方式 把相关的字段把它给导入进去啊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写的这个叫做 uid 这个uid的话来作为它的主件 这个uid的话哈 呃 是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个包啊 叫做short uuid field 叫做short uuid field 这个的话哈 这个的话 它是可以给你创建一个uid来作为你的这个组件 来创作为这个组件哈 因为我们的这个用户哈 一般情况下不太推荐使用这个自增长的id 不太推荐使用这个整形啊 自增长的这个整形来作为这个组件 为什么呢 主要是为了在这个商业上面的考虑 你想一下啊 如果你是用这个自增长的i 自增长的组件来作为这个自增长的应得类型 来作为这个组件的话 那么别人啊 只要一个个去试就可以看出你现在这个服务器这个网站 它上面总共注射了多少个用户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是肯定不太安全的 因此啊 我们的话就又把它给弄成这种uid啊 好 这个uid的话 我们呃 也是需要安装好吧 需要安装啊 这个包的话是怎么用 这个包的话是怎么安装呢 我们来打开这个settings 找到它 实际上的话 在这里的话 有一个叫做 我记得哈 叫做jango short uuid啊 来稍微等一下 好吧 啊 在这个地方就是jango -sort uuid field啊 那么安装的时候就是pipe install -sort uuid field啊 好 那么安装完成的用 你就可以使用它了 就可以导入来导入它 好吧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给它导入 然后的话给它指定一下 我们的这个primary key 是等于这个组件 对吧 好 接下来的话 再给它指定一下这个邮箱啊 手机号码 这个邮箱 用户名 头像啊 加入的时间 加入的时间的话 我们让它就是注册的 就是这个数据哈 保存的一个时间 设置为这个处 就是添加的时候 设置为处 对吧 好 还有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it's active 代表的是是否可用 实际上在这里的话 就是 user name field的话 代表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这个用户名的这个字段 用到的是哪一个 我们用到的是这个telephone 这个东西哈 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 它的一个作用 就是以后你在使用那个jango 自带的授权函数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使用你的这个手机号码 以及这个密码来作为这个验证 如果你没有给它指定这个 它默认情况下使用这个用户名 来作为这个授权验证的话 那么它以后就会使用用户名啊 使用用户名来验证的话 就会有问题 对吧 因为你的网站上面 你不能够保证用户的这个用户名 是唯一的 所以的话 在这里我们就是使用这个手机号码 来作为这个唯一的一个验证 好吧 好 那么其他话其实就差不多了 在这里也就不去做过的讲解了 之前我们在跟大家讲解那个jango的时候啊 讲得非常的清楚 大家的话可以回过头去看一下 好吗 回过头去看一下啊 好 然后这个写完了以后 对吧 接下来的话 这个东西 我们还得去在我们sailings当中 来做一个配置 什么配置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找到这一个 来找到这一个 来找到这个sailings啊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有一个叫做 啊 这个 就是你的这个用户 用户模型 是哪一个 对吧 啊 因为你没有 如果没有指定的话 那么他会默认使用jango自带的那个用户模型 对吧 这个地方的话 来写一下 好 那么这个的话是怎么写的呢 就是你的这个app 那么我的这个app的话啊 是在这个 我看一下啊 我的这个app是需要先去安装一下 先去安装一下 那么的话是在这个apps下面 对吧 apps下面的这个zluth啊 需要安装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安装完整了以后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就直接写这个包的名字 写这个包的名字 啥的话 再加上这个什么呢 这个 呃 模型的名字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在这个地方 加个什么models了 不需要加 好吧 就直接加上这个app的名字 再加上你的这个用户的这个模型的名字 叫做zluser 叫做zluser 好吧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这样给大家指定一下 好 这样设置完成了以后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来做这个数据库的一个映射 来做这个数据库的映射 好吧 好 那么怎么去做呢 来打开一下我们刚刚的这个manage.py的这个东西啊 好 然后的话是python啊 不用python啊 就直接makemigrations makemigrations的话 就是来生成一个这样的切一脚本 对吧 生成一个这样的切一脚本啊 好 生成完成了 又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提示创建了一个zluser的这个模型啊 然后的话再运行一下这个migrate命令 再运行这个migrate命令啊 migrate命令的话 就可以将我们的这个呃东西啊 我们刚刚生成的这个切一脚本 真正的映射到我们的这个数据库当中 对吧 像刚刚哈 那个makemigrations的话 他只不过是把你的这个模型 生成了一个这样的切一脚本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映射到数据库当中 我们真正的要映射到数据库当中 还需要去执行一下这个migrate命令 好吧 好 那么现在的话 所有都已经ok了 实际的话 我们再来打开一下这个migrate 可以看到哈 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没有刷新之前哈 他下面的话是没有任何的表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右键 然后的话 点击这个刷新哈 呃 双击吧 双击来打开看一下 打开完之后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生成了这么多表啊 有哪些表呢 呃 当然这一些表的话 是我们捐狗自带的 捐狗自带的啊 实际的话 这个表就是我们自己刚刚写的 那个用户模型啊 就是zl aoth 这个user 对吧 好 我们可以看 有password last login is superuser 啊 uid telephone email use name avatar 这些 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创进的这个表啊 对不对 啊 刚我们创进的那个模型啊 好 那么到目前为止 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呃 后段框架啊 他的一个项目的结构啊 相当于是大概上已经搭建好了 已经搭建好了 好吧 好 那么这个搭建完成了以后 后面我们就可以去做后面的事情了啊 好 这个视频的话就讲到这个地方